大家好 我是陈岳 全球焦点近在掌握 欢迎来到陈岳读报时间 首先还是提醒朋友们 点赞分享订阅我们的节目 言归正传 我们今天首先要来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 特别呢 报道的是美军舰擅闯西沙被驱离 我想呢 关于南海的议题 作为南海的周边区域内的相关国家呢 实际上都是相对的比较关心 毕竟呢 南海这样一个通道 作为大家经贸呀各方面吧 那么往来都比较多 那使用的频率呢也很高 那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新加坡呢 对于近期美国军舰 包括近期可能会到来的英国的航空母舰 那么都会到南海这里来 这个绕一绕跑一跑呢 那么都相对比较关心 另外呢就是关心中方的态度 所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网站 在7月12号就报道 中国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 美国军舰本福尔德号 那么导弹驱逐舰7月12日 未经中国政府批准 擅自闯入中国西沙的领海范围之内 那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予以警告驱离 那南部战区的发言人 田军里空军大笑介绍 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 这个兵力进行跟踪监视 警告驱离 我想呢这都是专业的一些 海上遭遇的一些动作 那如果美舰没有 这个比如说警告之后 让他离开 如果没有离开呢 那么还会有后续的一些流程和程序 那么相应的这个 这个在海上遭遇的相关准则呢 中美双方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会谈 那么海上的相遇碰撞准则 空中的相遇碰撞准则 因为要避免一种情况 就是在初次碰撞的过程中 比如说同样的航线 也许是公海 也许是什么样的水域之内 那如果大家都按照同样的航线 对吧 面对面的相向而来 那这个如果说在海上遭遇的话 如果没有提前设立规则 大家都不相互这个让步的话 或者说呢 这个没有避让的一个流程 就像我们知道这个车子 有的人斗狠 对吧 那两个车子对开 那么看谁有勇气 看谁这个最先怂了 对吧 掉头这个拐弯让开或怎么样 那不管怎样吧 中美之间呢 实际上在过去的军事会谈的过程中呢 有非常多空中海上相遇及遭遇的这个规则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知道美国军舰 美国的空军力量抵近中国周边海域侦查 包括中国的相关岛屿附近的这种事情呢 实际上是美国他在炫耀他的军事力量啊 也是美国霸权的一种特征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那么中方有相应的应对程序啊 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几个步骤 对吧 甄别跟肩啊 识别之后呢 去跟肩 然后呢 警告 然后驱离 那么我们看到田军领他就表示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美军行进严重侵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严重破坏南海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准则 是其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 那么这是呢 中方的一贯的原则性立场 事实也说明 美国方面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的制造者 其实各方看的情况呢 也都很清楚 那么在美国的鼓动之下呢 菲律宾在他的前任阿基诺三世的时候呢 这个做领导人的时候 那么显然非常的亲美国 然后呢 去搞了一个南海仲裁 那么中国根本就不参与 那么用中方的说法呢 那就是一张废纸 因为当时他们是找了一些啊 这个这个学者法官 那么租用了国际的这个相关的法庭的办公室 然后就做出裁决 那么这个本身呢 在流程程序各方面吧 正当性都是有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菲律宾现任的领导人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呢 就认为南海这个事情呢 跟中国对吧 发生这样的碰撞 对根本就不符合菲律宾的国家利益 因此呢 杜特尔特选择了一条 你可以说他是左右坟源 你可以说他是骑墙派 你也可以说他是这个在中美矛盾的过程中呢 他在中间 中间游走 那么两边呢 各取好处 他也不明显的去 这个像他的前任那样抱着美国的大腿 那么在和中国接触交往过程中呢 当然在经贸呀各方面 有很多的这个好处 实实在在的 那么另外呢 也降低南海的风险 对于菲律宾的国力来说 根本就承受不起在南海 有任何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所谓的美国会出手帮忙 那也就是一个口头上的 这个你可以甚至认为是甜蜜的谎言 因此呢 菲律宾现在的杜特尔特呢 是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呢 美国还是在不断的挑拨矛盾 地区矛盾 美国和英国呢 当初在大英帝国时期的做法是非常一致的 毕竟他们也是同宗同源 那就是到一个区域之后 他怎么样才能介入呢 如果原本大家 人家合作的还不错 对吧 那你跑过来 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 那怎么办呢 然后就去挑拨你的矛盾 把你这个两边打起来 或者是吵起来 他在中间呢 就可以找到空隙 在其中进行操作 得到好处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 实际上南海各个国家呢 看的也都比较明白 那么中国呢 对于目前美国把军舰动不动派到南海来 耀武扬威呢 是表示强烈的谴责 当然是坚决的反对 那么也希望呢 美国方面能够立刻停止 这一类的挑衅的动作来管控南海地区的美国军事力量的活动 否则呢 之后这个有可能会引发的一些后果呢 要由美国方面来承担 当然这部分的这个这个表态呢 也是中国的一贯立场 那么战区部队呢 也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戒状态 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报道指出呢 这个菲律宾啊 他呢 这个在南海的存在感呢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存在感呢 来撑着 那么很多时候呢 美国跑到南海来呢 他总要有个理由呀 然后就会保护我的小老弟 那菲律宾这个时候就会说 这个这个不好不好说 不好说什么对吧 也不能说直接就拒绝 反正呢 他把我的名字挂上去 那我这个 那他就挂吧 那我能怎么办呢 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赶鸭子上架 那么美国军方也证实了相关的船舰进入西沙附近的海域 实际上除了中方 那么东南亚的各国呢 也在密切的关注美国 它的军事力量在南海的活动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 针对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行动 环球时报呢 有一个社评 特别谈到呢 就是南海区域内的国家切不可中了美国的圈套 在7月12日所谓南海仲裁五周年 就这么一个时间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声明 指控中国所谓威胁啊 胁迫啊 这个东南亚的沿海国家 那么加拿大和日本呢 也都跳出来 反正美国老大哥一说话 这些呢 小弟们赶紧出来 对吧 那这个动作相当的快 然后呢 就开始配合美国进行发表声明 扬言上述的仲裁拥有法律的这个效力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啊 必须遵守等等 那么布林肯呢 还在声明中特别强调 一旦菲律宾武装部队 公务船啊 船只等在南海遭遇武装攻击 将援引美国对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承诺 美国强拉盟友的这些挑事举动 显然是想搅动相对平静的南海局势 那么怂恿区域内国家对中国采取挑衅的行动 来刺激他们强硬的对待中国的这个相应的举动 那么我们呢 这个中方呢 在此时呼吁区域内的国家呢 对美国等预外力量 他的这样的一种用心啊 挑拨矛盾的用心呢 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 绝不可以被美国提供支持和保护的廉价表态所门骗 也不能可以呢 充当美国在南海搞大国博弈的工具和棋子 华盛顿的华盛顿的盘算就是 搞出一个所谓的仲裁结果 引诱菲律宾等依据该仲裁与中方进行冲突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创造条件制造矛盾引发冲突 美国和日本等国呢 就加入进来啊 这个摇旗呐喊 这个都来了 对吧 那么南海呢 就从此大乱 中国和域内的国家都会扪受这种混乱所带来的损失 美国无论是从阿拉伯世界到中东地区 反正呢 美国家门口 对吧 你看这个南美各国啊 跟美国啊 这可产生大量关系的呢 到头来呢 好像这个很多地区美国的力量一介入啊 这个好结果的不多啊 包括像阿富汗地区等等 那么地区的经济呢 就会失去动力 美国收获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利益 那么南海仲裁看似送给了菲律宾一个甜甜的西瓜 其实塞给它的是一颗地雷 华盛顿要让菲律宾或者是越南 为美国的利益对中国实施一种自杀式的爆炸的袭击 因此呢 我们看到 杜特尔特政府就失破了这个阴谋 在过去五年始终坚持中非友好合作这一主旋律 那么淡化了海上的纠纷 也使得美国的阴险涂抹落空 随着菲律宾新大选将在明年举行 华盛顿重新燃起了鼓动马尼拉与中国迎头相撞的希望 南海面临两种的未来 那么一个呢是通过这个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而实施区域内的长期和平稳定 相关国家与中国经济合作的主旋律 这个越奏越雄壮 那么美国和日本等战略上呢 就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只要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一起 大家呢发展的越来越好 对吧 不要有冲突 那么相关的争端呢 通过谈判啊协商啊沟通啊 反正离的也近嘛 动不动都多交流 那么中国东盟之间呢 也有相应的这个沟通啊 这整个的会议的一些机制 那么在这样的机制内进行解决呢 实际上是比美国现在搞的这样一套呢 要来的好得多 另外呢管控分歧 我们看到日本和俄罗斯之间 对吧 有这个岛屿争端 日本和韩国和中国之间都有岛屿争端 那么美国怎么不去挑拨日本去跟韩国打仗 跟俄罗斯打仗呢 对不对 然后跑到南海去搞事情 实际上呢 周边做邻居的嘛 这个总归呢 多多少少呢 会有一点摩擦也正常 那很多包括印度和他周边国家关系都很烂 那这个总会呢 有多多少少的有一些摩擦啊 水资源啊 各种资源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争端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 实际上最有效的方法呢 就是管控分歧 但是美国呢 他不想这么干 所以如果说整个对抗的话 那么就会使得 无论是中国还是东南亚国家 东门国家 在过去这么多年 现在东门的经济发展是很不错的 那么他的势头也很猛啊 这个经济增长率也很高 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点 全球的投资人呢 也都非常热衷于在东南亚进行投资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如果因为某一件事情啊 一个没人居住的一个岛屿的问题啊 去阻断了这一种发展的趋势呢 实际上对各方都是不利的 但是这样一种格局 这样一种视角呢 是美国人不会告诉别人的 也不会也不会关心的啊 讲白了就像阿富汗人民 对吧 你这个你的死活 你的下场啊 你的日子的过得好坏 跟我没什么关系 那么这个就是美国人 他考虑事情的方法 他只考虑他自己 有没有把这个局势搞乱 有没有打断 你东南亚和中国的发展啊 这个呢是他最根本的一个诉求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整个呢 南海地区周边国家呢 就会成为全世界 最突出的地缘政治震荡的中心 中国是南海和和平的最大维护者 那么美国呢 就是南海紧张的最大挑动者 对于这一地区的和平 构成根本性的威胁 那当然中方是期待 所有域内的国家都擦亮眼睛 也奋劝呢 预外的想来南海玩弄地缘政治 机会主义者呢 少一些狂妄和自作聪明 多一些收敛和谨慎 那么这个呢是关于南海话题 另外呢 我们看到最近的俄罗斯方面 也有最新的表态 特别是俄罗斯外长 这个直接呢就谈到说 不赞成美国在中亚国家进行驻军 我们知道在这个撤军呢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呢 他觉得整个中亚地区 是不是就 他的力量就空了 对吧 那么就没有军事力量的存在 那么未来呢 在这一地区操弄 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这个手法呢 就没有了 那么怎么办呢 于是乎美国想到在阿富汗撤军之后 在中亚地区呢找一个驻军的地方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呢 实际上也相当于 这个在俄罗斯的附近呢 包括也在中国的附近 又有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 那么对此呢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罗夫在12日就表示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依然妄图在阿富汗周边的中亚地区 保持军事力量的存在 而俄罗斯方面认为 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 不符合该地区的安全利益 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 与到访的苏丹外长 马赫迪举行了会谈 并出席了双方的联合新闻发布会 此前有媒体报道就说 在从阿富汗撤军的同时 美国正在与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那么塔吉克斯坦 这几个斯坦国家 中亚国家 就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 进行谈判 那么对此呢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直接回应 美国试图维持在阿富汗周边的军事存在 以便在需要的时候 对阿富汗这个境内的武装组织 发动袭击 但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那么塔吉克斯坦 都属于俄罗斯主导的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所谓集安组织 而这些国家 目前都没有像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提出就外国驻军问题 进行磋商 而根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宗旨 如果有外国军队 试图进驻其成员国的领土 需要所有成员国 一致协商同意才可以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也是俄罗斯方面 要阻断 美国在中亚力量存在 军事部署的一个 最新的表态 算是非常直接了 那么也注意到呢 美国有这样的一种意图 那么在俄罗斯方面看来 美国在中亚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不符合该地区的安全利益 那事实上呢 中方也当然不希望美国在该地区 继续保留它的军事基地 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呢 成立于1992年 包括俄罗斯 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六个成员国 其中呢 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接壤 随着美军从阿富汗的撤离呢 塔利班与阿富汗 安全部队的冲突 也是愈演愈烈 并导致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之间 出现边境危机 对此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曾经在8日表示 如有必要将利用一切资源 来遏制阿塔之间的这一危机 那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危机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控制啊 肯定会滑向新一轮的冲突 至于说内战是否升级呢 我们也会持续观察 另外呢 我们看到中心社有个报道 谈论的话题呢 是普京近期关于 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乌克兰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有不同的解读 一种方法 一种观点认为 普京呢 在向乌克兰喊话 那么示好乌克兰 传递出善意的这个消息 希望和乌克兰 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 甚至是呢 这个双方之间能够缓和关系 未来走向正轨 那么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呢 普京表面上是向乌克兰喊话 那实际上呢 也是在示警乌克兰 那么除了现在接受 俄罗斯的橄榄枝之外呢 那么如果搞对抗 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 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这件事情本身呢 这个也反映出普京 现在对待乌克兰 他是站在一个 更有利于自己方面的一个 相当于站的比较高 来表态 讲白了就是 我一手有鞭子 一手有这个 对吧 有这个 有好的东西 那么你就看你要哪一个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 普京的表态当中呢 特别提到 乌克兰不应该成为 他人对俄罗斯进行斗争的工具 实际上就是美国的棋子 欧盟的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砝码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乌克兰自己清不清楚呢 我想是清楚的 但是他有其他的选择吗 看起来也很困难 俄罗斯总统往12日发布了俄总统普京的文章 在文章中 普京特别强调 俄罗斯过去不会 现在也不会反对乌克兰 乌克兰应该捍卫自身的利益 而不是成为他人对俄罗斯进行斗争的工具 普京说 近年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出现了一堵墙 这是一个悲剧 这是我们在不同时期犯下错误所造成的结果 那么这句话呢 实际上被很多的讨论和报道 他反映出普京对于俄罗斯曾经对乌克兰 他的这个政策上的一种反思 当然这种反思的深度究竟如何 广度究竟如何呢 现在还不可知 但不管怎样呢 普京似乎也在认为呢 这个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紧张呢 这个责任而言 就俄罗斯自己的对外这个政策恐怕也是有一些啊 这个错误的这个成分存在 那么这个对于普京而言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实在是这个啊比较少见 那么另外呢 普京还谈到 同时呢 这个美国 这个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目前的问题 也是那些一直试图破坏两国团结的势力所造成的结果 普京就表示 在2014年之前 美国与欧盟就迫使乌克兰减少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 乌克兰被一步一步的卷入了一场危险的地缘政治博弈 其目的是要把乌克兰变成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屏障 把乌克兰变成欧洲对抗俄罗斯的跳板 普京表示 目前呢 乌克兰不仅是完全依赖外部 而是由外部直接进行控制 讲白了 乌克兰已经完全无法自主的去决定 他的外交和地缘政治的政策 而外部顾问正在监控乌克兰政府和军队 那么普京的这番说法呢 实际上是非常严厉的指控 也就是说 现在的乌克兰政府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个傀儡政府 当然这是普京文章中所谈及的观点 那么是不是如此呢 其实我们看到乌克兰的一系列的举动呢 似乎普京说的也并不完全是捏造啊 那么乌克兰方面 他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制定权方面呢 似乎正在被欧洲和美国所控制 包括像马达西奇的这个发动机公司 他最后呢 没有办法啊 这个中断了与中方的交易啊 等等一系列的动作似乎都相当的反常 那么与此同时 乌克兰的经济呢 也正在被吞并啊 这是普京的看法 与该国领导人承诺的正相反 乌克兰并没有成为欧洲的领先国家 反而成为了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普京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对话持开放态度 并准备好讨论最为棘手的问题 但是乌克兰应该捍卫自身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他人进行服务 这话说的呢 也实在是到位 讲白了 乌克兰今天你自己混得这么惨 还一天到晚帮着美国帮着欧洲 来啊 这个所谓的对抗俄罗斯 成为别人的地缘战略的工具 那么这是你乌克兰应该捍卫的利益吗 你在捍卫谁的利益呢 对吧 你这个事情呢 我想普京的这番说话 比如说 不要成为他人对俄进行斗争的工具 那么讲白了 就是给你做一个示警的动作 那么一方面呢 是劝你啊 好了 差不多得了 对吧 你就踏实的发展自己吧 别跟我搞啊 别当别人的这个马前族 那么从另外一个说法上来说呢 来看呢 你可以认为是普京在警告乌克兰 如果你就要成为我俄罗斯的马前 这个这个对手就要成为美国欧洲的马前族 那么和俄罗斯对着干呢 那当然我就会把你当敌人 对吧 你如果愿意跟我和解 那我就把你当家人或者当朋友 你如果愿意 你如果想跟我对着干 那不好意思啊 那么我就会把你当敌人 那这种这样的一个一番说辞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呢 是让乌克兰人听了之后呢 你不能说普京讲的不对 但是对乌克兰来说 也算是情何以堪 怎么会混到今天这番田地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俄罗斯媒体还在报道了一则信息 是关于美军的F-35战机 或许会面临维修的困境 俄罗斯的卫星社7月10日 援引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的报道 谈到2036年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使用的 第五代F-35闪电2系列隐身战斗机的行动规模 将会达到顶分 如果他们的运营成本保持在当前水平 届时恐怕难以维护这些战机 该杂志援引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指出 这一时期将是F-35隐身战机的紧要时刻 在维持当前运营成本的情况下 F-35战机的实际维护与计划维护费用之间 差额将会达到60亿美元 报道指出该杂志认为 为了避免美国空军的成本超支 必须在2036年以前 将F-35A这种陆基型的战机的 这个运营成本降低47% 也就是44亿美元 相应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B 也就是舰载短程垂降 这个垂直起降型的飞机 它的费用要降低26%9亿美元 美国海军的F-35C 这个舰载常规起降型支出 也要下降14%6.55亿美元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 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的 它每年的政府总预算里面 很大一部分开支都是美国的军费开支 但是美国的军费开支如此的昂贵 除了维护它高精尖的武器系统 包括像十几艘的航空母舰 全世界到处都是它的军事基地 这么多的军人开支 反正好多军费也反映出 美国到今天正是因为规模如此之庞大 它想要去更新 想要去换代 要花多少钱对不对 维护就要花这么多钱 那么实际上呢 在目前的情况而言 我也持这样一种观点啊 那么虽然俄罗斯媒体报道 是美国军事上的面临的维护啊 这各方面的问题 那么就我的观察而言呢 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 中美之争事实上到最后呢 我认为是经济和国力之争 当然国力你可以说 也包括军事力量 这没有问题 所谓的军事这个经济怎么说呢 就是你需要有你的经济的 蓬勃的发展提供非常多的 这个资金啊 财力来支撑你的军事力量 军事装备科技研发基础研究 对吧 甚至是呢社会体系啊 社会的这个良好的运转 基础设施的投资 另外呢就是你的 虽然你的GDP很高 但是如果你国内的 对吧 你投资什么都贵得要死 你搞个飞机那么贵啊 修一条路 你修一个高铁 是别人修高铁的三倍五倍 那你这个事情对吧 你这个钱虽然多 但你这买东西也贵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购买力 你这个GDP的购买力来说呢 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 当然了 我们每次谈到中国经济啊 GDP啊 追上美国了怎么样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中国身上呢 也有中国的不足 实际上两国呢 应该好好的发展自己啊 美国那么多的穷人 对吧 那个街边好多这个流浪汉啊 底层 当然美国这个社会呢 它是崇拜这个胜利者啊 你是资本家 你是银行家 你很厉害 对吧 你管他街边这些流浪汉呢 他没本事 他是他活该啊 等等这样的一种情绪 在美国是很多的 但是呢 我们看到在欧洲 这种情况就要好很多 欧洲相对而言呢 它会有一些啊 社会体系呢 它会有这个照顾弱势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一些这个福利 当然欧洲福利也太好了 那有的人不用上班的 工资收入呢 可能比上班还多 那这个呢 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所以我认为是没有完美的东西的啊 只是说不断的去修正啊 那么这个呢 我就隐身过度 不管怎样吧 通过美国军事力量的维系啊 现在似乎看起来呢 也是这个捉襟见肘 虽然花这么多钱 还出现这样的局面 那么反映出中美两国呢 根本性的竞争 实际上是经济 和综合国力的竞争啊 绝对不是说 不要去搞这个军备啊 你是怎么样 他我要搞多少啊 这个军事力量 当然要发展 但是和综合的国力发展呢 是要进行匹配啊 另外呢 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 那么特别谈论话题 是美国不断 这个拜登政府不断宣称 说啊 我美国回来了 怎么怎么样 对吧 那么华盛顿邮报呢 就泼了冷水 特别谈到 你拜登 你不能说美国回来 回来的时候干嘛呢 给你打新冷战 对吧 那么这样回来的美国 究竟是要 有这样的这个好处 还是坏处呢 对吧 你宣称美国的回来 难道就是为了打新冷战吗 文章指出呢 重返新冷战的这个代价是巨大的 不能让美国回来啊 去打一场新冷战 拜登像念咒一样啊 念到着啊 美国回来了 美国回来了怎么样 六月早些时候呢 他在这个康沃尔会晤 七国集团的领袖 在布鲁塞亚呢 会晤北约的盟友 在日内瓦会晤 俄罗斯总统普京啊 都不断的说这句话 拜登因为在 这个特朗普错误统治之后 带领美国恢复正常啊 赢得了一些赞誉 可问题在于 你美国回来了是干什么 对吧 这是关重点 那么拜登这几场 欧洲会晤的重点 是加强北约盟友的力量 在全球范围内 与俄罗斯展开新的对抗 同时越来越强调 与中国的对抗 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和全球疫情 构成生存的威胁 但拜登的新常态 似乎不祥的重演了 这个所谓冷战政治 北约会议最后公报总结说 我们兴奋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 但是俄罗斯 咄咄逼人的行动 对欧洲大西洋 安全构成了威胁 那么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 可能构成的挑战等等 需要美国作为联盟 北约等等最为集体的一个应对 北约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涉及 加强北约在俄罗斯边境的军事能力 北约还首次认定 中国是所谓系统性挑战这些说法 那么旧冷战的比喻 正在得到新的利用 那另外呢 这个美国要和北约盟国投入更多的力量 也保持战争各个领域 包括陆海空太空网络 以及俄罗斯边境到中国海域 各个地方都要有优势 这至关重要 等等这一系列的说法 那么强大的军工安全利益集团 重获重要性 五角大楼开始加快行动 要用新的部署和大批新的武器 来抗衡中国 北约的使命得以复兴 两党合作的中心 可以重新确立 那么围绕着战术和开支的争论 因为对使命的共识而不至于失控 然而重返冷战代价巨大 重返冷战还严重扭曲了 美国面临的真正安全威胁 随着恶劣天气造成的生命和资源损失越来越大 气候变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威胁 这方面没有中国就取得不了所谓的进展 重现的冷战将在所有的对手内部的 加强民主主义势力 围绕中国的危言耸听 已经使得美国国内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越来越多 这也使得所谓振兴民主更加困难 但愿拜登与普京的会晤标志 关系的恶化可以终止 而这种恶化已经变得日益危险 在美国又回来了 这个口号之下 所谓打一场新冷战之前 那么美国方面需要去认真地进行一场严肃多边的 严肃的多的讨论 弄清楚美国人民真正的安全要务是什么 对吧 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在哪里 中国什么时候要派兵到你美国旁边去 这个这个啊 去药物扬威吗 对不对 中国真的是要啊 这个对美国构成了安全挑战吗 等等这些问题呢 美国人需要去认真的思考和回答 另外呢 我们看到德国的青年世界报在谈论的话题呢 是中国经济模式取得全面胜利 文章特别谈到 在五月底啊 美国总统拜登提交了一份预算草案 承诺投资六万亿美元 受益的将是基础设施和军备 但也包括传统上薄弱的美国福利制度 德国政府在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国家融资方面 也显得慷慨大方 他在今年五月提出一项 所谓的气候保护紧急计划 承诺提供80亿欧元 约合612亿元人民币 支持工业设备改造 据说各种未来技术 也应该在德国落户 新能源啊 电动汽车啊 量子计算机 人工智能等等 这些呢 老生堂谈 我们也说了很多 似乎市场至少部分的失去了创新的力量 没有国家这一切显得都行不通 因此 对于西方喜欢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 并被指责为扭曲竞争的中国经济模式来说 这似乎是一场全面的胜利 德国和美国政府本身正在复制 中国经济发展的做法 在国家定义的关键技术上 进行大量的投资 但是呢 中国所做的 当然远不止这些 巨大的经济繁荣 有助于消除贫困 而不像西方那样 为少数垄断资本家 谋取福利 这个亚洲大国不仅可以在所有有前途的工业和研究领域拥有发言权 在母线领域 它甚至还凭借着自己的创新走到了最前列 中国不是一个愿意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 相反 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社会秩序 现在正垂死挣扎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党的目标是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 1921年7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惊人的胜利 始于二战中战胜日本侵略者和随后赢得的内战 昔日的中国是一个贫穷和受压迫的国家 西方外国人在那里是直高气昂的享受着他们的生活 但这个国家在短短几十年内就进行了现代化的重建 那么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是德国媒体对中国实际上也是 不多见的正面的报道 那么很多西方媒体实际上持有很多对中国的抹黑 我们看的也比较多 另外我们看到参考消息有报道台湾中时新闻网的一些 关于最新岛内的一些民调 特别提及台湾民意基金会在12日所公布的民调就显示 与过去的三个月相比呢 民进党认同者锐减了15个百分点 获得了28.2%的认同 也创下了过去两年半来的它的最低的记录 而国民党认同者不动如山 台湾民众党则是一军突起 获得15.6%的支持 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支持度上升7.1% 另外我们看到现在当然这个最大的变化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而民众党的民调的上升呢显然是受到了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近期在媒体上与民进党呢是对杠啊 经常呢是双方呢就是这个这个这个炮轰啊 那局势呢是相当的这个激烈 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民众感受就是呢 哎这个台北市市长好像啊柯文哲呢还做了点事情啊 当然了究竟如何是不是政治操作我们也不知道 台湾现在的是高度政治化啊 大家呢每天盘算的就是民调啊这个选票啊支持率啊对吧 那个秀存在感呀政治作秀啊政治民粹相当的严重 那么这个呢是目前台湾的整个啊局势上面来说呢 它的一个情况的变化 呃现在的疫情呢在台湾啊目前的这个近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但是呢似乎很难清零未来还面临着什么解分啊 微解分啊这个学生如能不能上学呀反正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吧 都摆在啊这个现在的这个面前 那么需要去克服更不要说呢疫苗呀等等问题 那么我们呢给予持续的关注 以上呢今天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读报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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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